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网友 我林冀还有林浩基在这里 中国的科兴疫苗在巴西的测试拖了很久 整个月一直没有一个测试的结果 很多人都问是不是这种疫苗不行 为什么这种疫苗会搞成这样 记得最初传出来有50%左右的合格的测试率 当时一出来大家已经嘩然 你只有50% 然后有很多人就跟证我 林冀你看清楚 他说现在是合格 最终结果未到得出来 你要等他有最终结果出来 这只是一个他说正是合格 由50%到100%都是合格 所以他说最低50% 你就不能够承认他是50%的 这一句说话当时我说对啊 科学上是这样的数学上是这样的 大家当时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当时这么大的问号就是因为对于一个中国式的声称 我想我们都很了解他背后的含义 他保证那样东西首先不兑现 第二他兑现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兑现 所以有最低标准的兑现其实应该已经要还臣了 用很多人比较通俗一点的说法 现在的情况也是在之前他自己声称79%是国药那边 接着科卿再声称自己的78% 都是一个测试只有60个人的结果 最后现在去到有巴西的研究所 在圣保罗州那边的研究所 今早凌晨的时候就公布 疫苗的整体合格率只有50.38% 仅仅高过这个世卫50%的门栏 就说这个数字是包括轻度和无症状的感染者 这个其实听完出来大家就说 哇 只有50%是否真的很危险呢 有什么看法呢林浩基 尤其是你如果是包括轻度和无症状的感染者 因为这一帮感染者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是有治愈能力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抵抗能力是可以医好这个病 所以究竟这个疫苗是可以帮到他们 还是他们自己本身够健康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你如果包含这个数字的话 它整个有效率就会向上提高了 所以在向上提高了的情况下 仅仅只有50% 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用在重症病患者身上 这个疫苗的有效率究竟有多少 相信大概应该就是大概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几左右 那这个合格率究竟合不合格呢 就是你去考试完之后考到那30分 然后跟人说我有30分很厉害啊 比起那些零分的厉害很多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而且最重要的那一点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找那些 那些有效率是低的送末纸出来 因为科兴自己之前不断又宣称 用尽方法去打广告 然后找完那些质疑去到宣扬的 就是科兴疫苗可以去到百分之七十几 甚至乎去到90% 1.9%当时用土耳其的测试在宣传 只有29个人的测试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更加多的证据 我们要找到一些不同的数目词出来证明 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陆的疫苗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折低它的数目词 而是他们的数目词是不诚实 你只有那小小的药物 就是为什么做疫苗测试 做药物测试 要去到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一个测试 才可以给他们合格 然后给他们上市 是因为你在不同人身上 你每一种药物在每一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基因的人的身上 所产生出来的效用是可以差天共地 你试试做民意调查 只是做29个人 好像土耳其那样 或者现在巴西做中国的数字 只是查60个人 任何一个 你不要说是做一个大规模的疫苗生产 你是说普通人做一个最简单的民意调查 中学生 level 你如果用这一样东西当是一个可信性的数据 都会被人罵到你睡在这里 大学你做一个只有60人的调查 或者29人的调查 你就不用指望合格的了 你意思是死定的 你做一个这样的民意调查 你就不用指望的 何况你现在不是只是做民意调查 你是说药物的测试 你的临床测试数据 所谓基于公布完出来的 只有29个60个 这些叫合格吗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大家会问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里 香港现在很好笑的 就是说我们订了三个疫苗 澳门也订了三个疫苗 澳门就订了中国国药 香港就订了中国科兴 然后各自另外就是 BioNTech和辉瑞合作那一块 或者它没有合作 但是另外有合作那一块 就是BioNTech那一块 又或者是英国的另一种疫苗 牛津的疫苗 但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 所谓今天有官员被问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科兴的疫苗 因为它最早提交所有的资料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见到科兴或者国药的问题 就是它们一早 根据现在香港政府的说法 它们一早就四围去提交资料 去拿这些contract回来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接着也都不定说 我们第一个会给药给你 一月份就可以给疫苗给你 接着说根据合约 它会最早给疫苗给你 它说最早可能一月份给疫苗给你 但问题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临床测试 第三期测试到现在 你都拿不到一个 有说服力的数据出来 你的东西都没查清楚 你都没验清楚 是效果的 没见到最有效的效果是出来的 你就第一时间 就全世界推出来 四围在那里酸酿 四围在那里做势 做完势出来 去哪里呢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 又是再一次最好的证据 为什么凡是对 所谓不是发达国家 而是有时是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所发明的一些技术 科技 很多人就声称自己 怎么劲 去到最后你发现 不是说他有没有个创意 或者他最后是什么 是监督制度 是监管制度本身 你的监管制度本身是不效的 你自己是不断是用尽其他 就是尿嘎的方法 去避开所有要去监督的测试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人承担 就是那些 就是给你擠上桌子的白老鼠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你有这个所谓的疫苗 到现在又卖出去 又说个个又给了 很多人期待 一月份一月都过一半了 已经是不是就来了 我想请问 香港有什么人可以去打 这些所谓的疫苗 有什么人会相信这些说法 其实这些人说得很刺层层的 又说那里又打了多少劲 那里又打了多少劲 去到最后 怎么发现香港做不到呢 香港现在有一件事 虽然已经在盔烂着的 就是我们对这类的标准 对这些专业 对这些医学 对所有基本上的一些所谓的标准 那些标准是不能够妥协的专业标准 香港到现在仍然 烂船还有三斤钉的原因 就是这些标准仍然是 还有有限度地在这些情况之下去运作 如果连这些标准都无限度地去变成 全部变成隔离国家 隔离地方那些情况的标准的话 那就很不幸 整件事情就会变成 去到最后连这个地方的所有东西都没人相信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里 为什么说有37%的人 是会不愿意去打疫苗 香港从来都不是那些所谓反疫苗的地方 而去到今时今日这样 绝对是政府造成的 我们不是好像美国反右翼 右翼那些反疫苗的团体很多 很强的 香港从来都不是这一套 对不对 香港从来没有人说很反对医药 没有人反这个西方的 也没有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 有都是很少量的 绝对就不是那些反疫苗 很运行流行的地方 也都不是某些的教派 他们就说不能够输血 没有这些问题 也都不像某些的宗教有些 所以宗教原因 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 去造成你的政府的公信力的破坏 不断去破坏整个公信力之后 最后的代价就会是 你的政府全体去承担 整个社会整体去承担 现在是吗 你继续搞什么安心出行 又要逼人家去下载 又要逼人家去使用 继续在做什么健康 那些你是在议会里面 提起这些垃圾建议 那些垃圾会议员 他们所作所为 就不停在制造这些问题 令到整个香港 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些事情 原因很简单的 就是你的疫苗 都仍然是搞到这样 跟着要强制人家 去打这些垃圾 那怎么搞呢 加下50% 两个人打 有一个人有效 有一个人没有效 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想清楚 理论上如果只是计科学的话 它的保护是都好了 以前可能断股会不会中 现在你打了 起码就安全了 所以实际上可能 起码断股来算 数据上 应该是去到四分一的情况 但是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你不是用一个断股式 不是说打中与不中 不是说机会本身不是中与不中 这个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意思就是说 你的保护是强了 令到人有机会感染的情况之下 就是起码会减到一半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可以理解 是有帮助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后面的后果就是 正如他自己幻想 保护党所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有了疫苗 那就可以放松一口气了 大家可以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就不需要再有这些其他的担忧了 就可以大规模地去放宽所有的限制了 那就死定了 当你不是说95%安全的疫苗 而是说50%安全的疫苗 然后你就大规模地去将 原本的限制措施一放宽 然后原本不再跳老母的 又再跳老母 不再做其他事情的 又继续去做其他事情 这样突然之间再增加的社区的接触 和这个所谓社区距离缩减了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是不是更加危险呢 有什么看法呢 林浩基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这个不是一个买一个保险 然后我们暂时未有的 我们用着才不可以 不可以用这种概念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疫苗的疫苗打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登记证明你已经打了 尤其是现在是一个全球的疫情 全世界都不够疫苗用的一个情况下 不会说因为你之前打过一个效用比较低 所以我之后之后有效用高的时候 可以给你再补多一剂 而是你已经打了一个效用比较低的疫苗 就是你的保护率比人家高50% 所以你是可以排到最后才再补多一剂新的 所以这个概念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 就是你打了一支差的疫苗之后 你就不用再有机会打那支好的疫苗 所以打完疫苗之后大家一起脱口罩 然后你的保护率得了50% 所以这个病毒最后一波的感染者 我可以保证就是要接种 接种科兴疫苗的那一班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抱着一个 买一个保险的一个心态 反正现在都没有先用着 顶着当先 你顶完当之后 你的保护率就只是得50% 而且你是没有机会可以再接种到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疫苗 所以你的风险是会比不接种疫苗更加大 因为不接种疫苗的话 起码你还会戴着口罩 你戴口罩的保护率在百分之六十几到百分之八十几 怎么看都比打这个科兴疫苗更好 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接种完这个科兴疫苗之后 我先不要说它的灭毒疫苗 那个灭毒效果有多好 因为灭毒疫苗如果它的效果是做得差的话 是有机会病毒在你身体里面复活 我先不要说它这个灭毒效果做得好不好这个问题 只是说它的防护率这一方面的话 基本上它就已经会令到你的风险 是比起戴口罩更加增加 所以究竟香港是不是应该要进口这种疫苗 我们既然它在时间上面没有优势 它在这个防护率上面也没有这个优势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去订这种疫苗 尤其是我们已经是找了成四千多万的 四千多万剂的疫苗进入香港 每个人接种两剂我们700万人口 我计计它准备多一点 要准备到900万枝好了 900万的需求成二都是1800万枝疫苗 我们是完全有空间去不订这个科兴疫苗 是完全有空间不用科兴疫苗的 那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有什么可能会不用呢 一定要逼你用的 到时扔下海都要用的 而一个问题就是这里 大家都知道所有东西是一个政治问题 民生东西都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有些人就一天倒黑搞政治 然后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政治化 现在最简单你选药 为什么会选什么药 或者你要选什么疫苗 是用什么基准去选 用一个95%是一个可靠还是不可靠的情况去选 还是选一些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去到最终 现在他们很好笑的 有些人就经常都之前说 比如说好像去老人院舍打针 老人院舍的地方 就因为没办法可以零下腹车 到80度的 那些老人家不方便 那就去老人院去打 这些活灭疫苗 他去打就是科兴了 但是最高危他们 接着他给一只打完出来 可能没什么效的疫苗出来 相对地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是不是变成完全搞错了 那个问题 就是资源错配 第三 现在的问题就在了 就是你连中国国药自己打这些疫苗的时候 那个warning 讲得明是59岁以上 就不要打这些疫苗 意思是要是壮年人 年轻的才打这些疫苗 那回到现在就跟你说 人家的warning本身就是老人家不打得 你就说要去老人家打 所以见到整件事 香港有关这方面的资讯 完全是智商矛盾 政府的官方流出来 还有那个测试的结果 已经是智商矛盾到这个地步 这次疫苗由头落尾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因为政治原因 一定要选择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香港人 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局 感谢小伙商吨 我们现在去听到 没有人家的北京 就把他们来到 还是去说 老人家那边 没有人家的 行人家